好各位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了解和学习一下高级权限 叫做SUID SGID和Stickway 那么这个有什么用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大家看啊我现在在root下面有一个文件叫什么AllenConda-KS.CFG 这个文件叫什么无所谓就是个文件而已嘛对吧 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是哪个用户啊这个这个是哪个用户啊 我把它稍微改名让你看出来一点啊 这个就不要了 两个用户前面是root后面是edis来看这个文件 哇这个已经什么权限这是 这个文件权限啊 对可以改 要不我们自己创造一个文件吧 然后叫我们在root下创建一个文件叫file1好吧 file1.tst吧 内容呢随便写一点 好总之呢我们已经在root下面有一个叫file1.tst文件 大家想一下 Alice能不能够读这个文件 要想访问一个文件得看看哪个位置啊 Alice现在算是算什么人 Alice不是所有者也不是组成员Alice是什么其他人是不是其他人 其他人能干吗 好的看好了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边是Alice对吧 是不是Alice啊 Cut这个文件 我 我早就预料到失败了 我问的是为什么会失败 看清楚啊 为什么会失败 上来以后不要直接那个问我为什么你得想一想 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得这样分析 得这样分析啊 各位看啊 他首先得进入根吧 然后进入根以后还能够进入什么root吧 这个文件本身的权限确实是够的 就得看上面这几层有没有让他进入的权限 我们讲要想进入一个目录 一般情况我们要给一个读和执行吧 来我们看一下到底是哪一层阻止了我们Alice的访问 怎么看 一层一层一层的来看 LL-D 根 好各位 Alice不能够进入根吗 Alice算是什么人 是不是其他人 Alice是可以进到根里面去的 对吧 那说明不是根的问题 看下一层 root Alice对root来讲是什么人 没有权限 所以问题并没有发生在什么 文件本身也不是根 那么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访问吗 我们可不可以绕过去 各位想想看可不可以 嗯 能不能绕过去 或者说你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访问吗 这梦就是能访问吧 好 我告诉你我们是访问不了的 确实访问不了啊 因为我们没办法进到哪个目录里面去 root是个什么地方 禁地啊 对没错 看啊 LL-D root 这是个路的运户的家呀 还有一些禁地 你看一下 什么狗狗啊 猪猪啊什么的 天云呢 或者说 U-S01啊 每一个运户的家 都其实只有自己能访问 看到了吗 所以 刚才那个问题 其实就相当于 这种现象 就是 你说老师 我在家里面放了一千块钱 给你 但是我进不去你家呀 桌子上是可以 谁都可以拿到 但是我首先是不是能进到你家 或者至少第一 能进到你小区 小区能进去 然后紧接着呢 你们家那个楼 我进不去 是不是也拿不到 这路上某一层阻挡了 都不可能去访问最终那个文件 没意思吗 刚才问你是不是出现在来 root那个位置 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 每一个用户的家 你的家的钥匙 是不是只有你自己有啊 是不可能别人有 所以每个用户的家 只有自己可以访问 这是很正常的 那换言之就是什么 你不要在家里面 建立一个什么文件 让我访问 这是对我的羞辱 对不对 能理懂吗 你看你在你家里面 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让我访问 那你想我怎么进入到你家 这个就是个事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们刚才那个分析是没有错的 确实访问不了 但是呢 我们还要仔细来分析一下 是为什么访问不了 明白 再分析一下 怎么分析 刚才我们使的是哪个用户访问的 用户是不是 Alice 我曾经一直问过你们一个问题 是用户访问文件 还是进程访问文件呢 你们都认为是进程 是吧 是不进程各位 那你们想象一下啊 我刚才以Alice身份去运行 运行哪个进程 Cat 看Cat这个程序 是吧 我运行它的时候 这个进程的所有者是谁 我打你真的 我以Alice的身份去运行这个程序 产生的进程的所有者是谁 是不是 Alice啊 而这个文件特别是这一层 Alice又什么 进不去 对没有权限 那当然有同学问我 说老师 如果说你是root运行什么 运行 USR下 B下的Cat 那当然进程的所有者是谁 root 能不能访问 这能不能访问 这是不是能访问啊 OK吧 是可以访问的 但是 由于我们现在使的是Alice在运行这个程序 它的进程的所有者 各位我这个小括里面指的是什么 运行这个进程的一个进程的所有者 就是每一个进程还记得吗 每一个进程是不是都是以一个特定用户在运行啊 这个用户将决定该进程最终能够访问哪个文件 能听懂吗 好 如果你要不明白的话 这是什么 刀 同样的是一把刀 第一 皇帝拉着的 他 他运行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 皇帝 他能够杀死这个人 明白意思吗 那么还是那把刀 但是是你拿着的 你 你是杀不死这个 就是权威很高的这样一个人的啊 对 我们说 不是说武功吧 就说他的身份很高 好吧 你是杀不死的 这是目前的现状 能听懂吗 各位 那为什么刚才会失败啊 你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讲一下 为什么失败 因为 虽然说都运行的是cut这个程序 这个进程 但是进程的所有者 由于是Alice运行的 所以什么 进程的所有者是谁 是吧 Alice 而Alice 哪个地方不能让他访问啊 root 所以最后 Alice访问不了 这能不能看懂 能不能理解各位 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看这里啊 这是我们用户 应该说普通用户 修改什么 密码的一个行为 而这个又是成功的 你看 现在 我假如说 我给Alice先设计密码 这个是什么身份 现在在做 没问题吧 那Alice自己呢 看 一个复杂的密码啊 改成功了吗 成功了吧 但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会出现什么 一 各位看 我们的那个password的命令 在这儿 第二呢 我们改密码最终改的是哪个文件 有人能告诉我吗 改密码最终改的是 EDCR的哪个文件 Shadow 好 那构成问题的这个本质就是 Alice用户 运行的哪个程序啊 笔一下的这个password 最后改的是 这个文件 让我们觉得 让我们觉得 不可思议 你没看出来吗 这个文件 改密码的话 最后是不是修改了这个文件啊 而这个文件 谁能够改 是不是只有root啊 普通又改不了吧 所以为什么最后改成功了呢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 为什么会成功 这个我把它抓一下 哇 这字笔好大 这种招吧 各位看到 事成功了吧 按照我们的分析就是 Alice用户 是不可能 对他运行的这个进程 是吧 这个进程的所有者 应该是谁 啊 谁运行的话 进程的所有者 是不是应该是谁啊 谁运行的话 进程的所有者 是不是就是谁 各位 那么现在很显然是Alice Alice最终 他所运行的这个进程 进程的所有者 是Alice 是不可能改这个文件的 对吧 但成功的原因 是在于什么呢 我们看一个现象 我现在这边运行一个命令 password 我这个进程 现在还没有关闭啊 然后我在这边呢 看一下 我在这边过滤一下 password的这个进程 大家关注一下 进程的所有者是谁 很奇怪吧 就看起来是谁运行的 但实际上呢 root 那么也就是说 下面 这有 这个例子 好像有是吧 有这个例子 这有这个例子就多余了 去看这段就可以 那刚才我们讲了 看一下 就是说 root用户运行这个进程 所有者是root 所以他能够访问这个文件 是理所当然的吧 就像那皇帝拿了这把刀 然后杀一个 大成 是吧 能杀 你拿这把刀杀大成呢 杀不了 因为你没有权限 但是可以这么做 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 你还是你 但是刀 变成了上方宝剑 就是相对于你在拿 你在行使这个 拿着把刀 行使权力的时候 代表的是 皇帝 那就不一样了 没有吗 所以我们需要 做怎么做 各位看这里 我们的password这个程序 usrb下的password这个程序 它上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权限 看到了吗 s这个位置 有个这个权限 这个权限能有什么用 任何人在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其身份 都是该文件的所有者 root 就是无论是Alice在执行password的时候 还是Jack在执行password的时候 还是Robin在执行password的时候 都是以root身份执行 就是这样一个权限 我们专研书语叫做suid 叫setuid 它能够让什么呢 让任何人在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身份都是以什么 也不能说以root 以文这个该文件的什么 所有者 我只能说一般是root 所以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一旦有这样一个suid的权限 任何人在执行的时候 都是以root的用户执行 这个话 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好吧 能听懂吗 好 或者说 那最后为什么改密码成功了 因为它是以什么身份执行的 root 你看 它Alice虽然说用户是Alice 但是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但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所有者是谁 root 是不是所有者是root 因此呢 最后能够修改这个文件 好 我看下面有好几个例子 别着急 好几个例子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高级权限 或叫特殊权限 好 下面呢 我们一会儿一共有三个例子 三个例子来看 这个特殊权限 一共有三种 一个叫suid 一个叫sgid 还有一个叫stick away stick away 这一共三种特殊权限 我们刚才见过的是这种权限 好 现在呢 我们先来做一个展示 让你看一下 刚才那个cut命令 是不是看不了啊 看不了吧 为什么看不了 再说一遍 因为我是以什么身份运行的 进程的所有者 最后是什么身份 Alice吧 好 我现在给这个程序 也加这样一个权限 让任何人执行它的时候 都其实是root 达到一个 对用户的一个什么 齐全的这样一个目的 好 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例子来看看 我在哪个地方 这个cut命令是哪个位置 在usrb下的cut吧 当然它有个链接是在 b 那你也可以打得很全 usrb下的cut 或者说usrb下的这个 rm 你看啊 现在我们看传统的 cut 它现在有没有特殊权限 有没有 没有吧 来做一个 usr下的b下的cut 看到了吗 先观摸一下 别着急 现在这个程序 就有一个什么 特殊权限 我想说的是 任何人现在执行cut的时候 都其实是以什么身份执行 root 来再看这条 看这边这个 刚才失败的这个命令 看到吗 同样 如果说我怎么做 我给一个usr下的b下的什么 rm加这样一个权限 usrb下的rm加这样一个权限 那么任何人执行rm的时候 都是以什么身份 root 是不是达到了一个 对普通用题权的效果 好 现在你是alice是吧 你说 老师能删这个吗 这个就不敢试了 好吧 按照常规来讲的话 是不是就删不掉 因为那个文件 是不是没有允许 alice可以写啊 或者删除 但现在是什么身份在删 root 那就不敢玩了 嗯 电脑 哪个电脑 哪个电脑 ip连过来我试试 他觉得删不掉 我们试试看 看热闹不前事大 你是 他觉得删不掉 好 再说一遍啊 一旦给这个程序一个什么 surd权限 任何用户在执行他的时候 都你可以认为啊 都是以什么 入口用户身份运行 相当于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剑 这是一把什么 上方宝剑 谁执行 都是以皇帝身份在执行 能听懂吗 那这个意义是干嘛 给普通用户 齐全 你看啊 我们说 我们再分析一下 回过头再分析 没关系 慢慢来 如果用root 用户去运行这个cat 当然他的进程所有者 身份是什么 root 但如果以alice 运行cat呢 按照常规来讲的话 进程所有者 是不是alice 他确实没有办法 访问这个文件 但我刚才在哪 做了手脚 在哪 在cat这个程序上面 做了一个手脚 就加了一个surd权限 加了一个surd权限 那么这样的话 任何人在执行 这个程序的时候 就相当于root 了面吗 这个是不是挺可怕的 我特别要改回来 不改回来的话 会晾成灾烂 真的是灾烂 有一天我给你们演示 我说 同志们 来看一下 普通用户是不是删不掉 结果一回车发现 删了 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删了 任何东西 等到删了再去找的话 固然是有办法 也没有特别完美的办法 没有 甚至没有办法 你们感觉一会儿 要不要试一下 给RM加个U加S 然后删一下 根下的啥东西 试试看那种 不一定删了 不删根 删ETC 那个 姚姚同学今天是删了一把home 然后 home没东西还好 我也是在生产环境当中 我也是想删home下的一些数据 一个下面的数据 但是我那个小手指呢 我本来刚敲到home那个位置 我那个小手指就滑到了 小键盘区上的回车 然后就立马在删 我立马按Ctrl C 然后发现也晚了 因为我没有系统快 是不是 当时那个汗水 就下来了 因为是在 最后我问了一下 不是在 不是在生产环境上面 那台服务器不是生产环境的服务器 真伤的话 你就等着写检讨啊 然后爱骂呀 好 各位看到了吗 我再说一遍 这个 这个是用户 为什么普通用户可以改密码呢 用户Alice 运行的这个程序 password 改了这个shadow 是吧 但是我们很清楚 shadow 是Alice这个用户 它不可能改的 对不对 但为什么最后能改呢 因为 因为 这个password的程序上面有一个 sud的权限 那么就使得任何人在执行 就算是Alice 看Alice在执行password 但进程的所有者 依然是谁 root 明白了吗 各位 那我问一下 这个sud提权 这种模式你能接受吗 我现在我们学过两种给普通用户提权的手段 目前已经有两种什么给普通用户提权手段 是吧 一种是速度 没错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它是有有针对性的 就针对某一个用户 比如说 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了解了一下 并没有深入讲解 OK 速度还要去专门讲的 它有针对性 例如可以干嘛 针对 某个拥户 以及 能够 以什么 root的 身份 然后去执行 某些秘密 看到吗 不是说 你不是说谁都可以这么干的 第二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可以限制你 只能够执行什么 某些命令 而不是所有命令 能听懂吗 速度 我认为速度的是比较好的 换句话 它只是针对什么用户 部分用户 是吧 那如果说改密码这个行为 是针对某个用户吗 是针对什么 是不是所有用户 所以我们这里叫SUID 这种技术 它是针对什么 所有用户 应该说基本啊 我这话语法上一个问题啊 基本是针对 针对所有用户 相当于什么意思 任何用户 用户 在执行什么 执行有SUID 权限的程序时 程序时 如哪个 比如说 例如 USR下的B下的RM 看到吗 如果说你改给这个RM 加一个SUID 那么任何用户 在执行的时候 都 都以什么 都是以 root 我们 root吧 都是以该程序的所有者 是吗 就root吧 好吧 都是以root 身份 在执行 好 所以说这个SUID 它这种提权的手段 用我的话讲 就是过于的什么 粗犷 就相当于它是针对 它不是说针对某一个用户 提权 是针对所有用户 而且呢 它也不能做到 精细化的控制 这两种手段 都是给普特用户提权 就让普特用户 有一个更高级别的权限 对吧 但是呢 速度可能要好一点 但是SUID 也有它的长处 就是 如果说你现在这个提权 是针对所有用户 在使用这个命令的时候 都能够提权 那怎么办 那就SUID 好 我建议大家 把你们系统上的RM和CAT 都设置一个SUID 好玩吧 这样 对啊 对 那就杀了 那就会发现 老师入的 你会很奇怪的事 你说老师这个 我怎么发现 普通用户也都随便删呢 对啊 对 你要真的这么整的话 好多人就会有想法 说这已经 不是我学过的Linux 以前学的是个假Linux 是不是 能看见吗 这是什么 S什么 UID 那么SUID的作用是什么 只有你自己需要总结了 作用是什么 给 普通用户什么 提权 提到什么高度呢 一般就是root 就是一个程序上面 它 一个程序 一个或者一个进程上面 一旦你加了SUID权限 谁执行 例如cat 例如RM 谁 你只要加了这么一个权限 无论是Alice 还是Jack 在执行这个 在使用这个cat 或者RM的时候 都以的是root的身份在做 能不能吗 能不能懂各位 好 那又怎么设置呢 两种方式 SUID 数字是4 然后S 这个GID呢 2 Stick位呢 1 也叫年之位 怎么设置呢 在前面我们是不是讲过 任何设取权限的方式 都分为符号和这个数字 U加S 就是塞的UID G加S呢 塞的GID O加T呢 Stick位 这个还没讲到 对不对 比方说 看到下面的吗 U加S吧 U加S吧 大家的同学说 老师这个 我不太喜欢使用符号啊 数字行吗 大家还记得全是几位 来看一下 7777 可曾记得 这个这么一个东西 先告诉我 这个7是什么 是谁的权限 嗯 第二个7 所说组 第三个7 平时你们是不是没写第一个7啊 就写了77 实际上是 零 777 能听懂吗 实际上是零77 而这个7是什么东西呢 4 2 1 3位高级权限的 叠加 第一个7 表示 我既设置了什么 SUID 又设置了 SGID 又设置了 年制位 来我们看看 长什么样 就相当于你脸上各种粉都打了 啊 各种香水 各种粉都抹上了 当然肯定是不好的 打上的话也没关系 但是肯定没用 好 我们看啊 S S ST 第一个S是什么 SUID 第二个S是什么 SGID 第三个T是 ST可谓 同样 477表示只设置了什么 SUID 7777呢 全都有 2777呢 SGID 3777 2加1的结果 能看懂吗 好 我再问一遍 SUID这种特种权限 有没有看明白 能干的什么效果 给所有用户是否增加 让所有用户在持听该程序的时候 是不是拥有 所有者的权限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全面都仔细看啊 有人问我说在哪加 加这个权限 是在用户上加 还是在最终访问的文件上加 在程序上面加 就是产生进程的那个程序上加 好 请大家仔细的看啊 我现在如果想所有用户都能够 以CAD身份都能够删除 以入的用户删除 怎么加 刚刚说了 你先得找到RM的位置 能找到吗 然后 U加S USB下的B下的RM 能看懂吗 好了 现在我们看看结果 是吧 那现在如果一会儿 如果一会儿了 使艾利斯的身份 去执行USB下的RM 实际上是一什么身份执行的 告诉我 因为这个RM是一个已经设置了 SUID的这样一个程序 不是一个普通程序 它是一把上方宝件 好 然后后面呢 跟上我们的文件 是不是 索像逼泥啊 跟上EDC 是不是也能干掉 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好吧 试一下 怎么了 现在 看啊 我再跟下 创业一个File8的文件 File8 当然要想删文件的话 需要什么 要想删File8 需要对哪个目录 对根目录有写什么 什么权言 写 艾利斯对根有写权言吗 是没有啊 好 但是他能够很痛快的把File8 干掉 跟下面已经没有File8了 看到吗 因为他刚才行驶的时候 实际上是以什么身份 入的身份执行的 能看懂吗 我说了半天 说来说去就说一句话 就是一旦一个程序上面 加了SET UID 任何人在执行该程序的时候 都是以入的身份在执行 但是有一个前提 请大家看好了 我们那个命令在哪 刚刚那个位置 是在USRB下的RM吧 好 前面看一下 现在这个程序上 有没有SUID有没有 这个程序上有没有SUID 按你讲 是不是任何用户执行的时候 都会以 入的身份去执行啊 现在我同样在跟一下 建一个File9的文件 这是入的用户建的 我看艾利斯能不能给我什么 删掉 你们猜能删掉吗 我再说一遍 这个程序上有没有SUID 但是他删不掉 为什么删不掉 是这样的 我刚才一直给大家就一代给大家讲 我说艾利斯在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能够以什么身份 入的 但是前例是你的先 能执行啊 有同样问我说不对啊 老师这边有吗 这不是艾利斯的 看到吗 特殊权限是建立在基本权限之上的 你连 比方说你连读和执行都没有 你怎么可能去执行呢 能懂吗 就是只有你在 做好了 只有你在执行的时候 只有你在执行这个文件的时候 才能干嘛 才能够以入的身份执行吧 如果说你连执行都没有 都执行不了 我们免谈 能听懂吗 所以这个特殊权限是建立在 基本权限 比如说你得先有 执行 懂吗 能不能听懂我刚刚说的话 所以我们说是有什么前提 看我们要想增加SUID 都有两个前提 一 这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什么叫可执行 你可以执行 比如说 艾利斯或汤姆可以执行 第二 必须是二进制文件 比如说不能是脚本 必须是二进制的 这两个条件 缺一不可 一 二进制 我们所有命令都是二进制的 没有吗 我们的无论是CD还是CAT还是LS还是RM 这都是二进制的文件 对不对 另外呢 如果说你再配上一个执行权限 再加上这个程序 本来就有SUID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在执行的时候才会有什么 已住的身份执行 好我把这几个要点都说了啊 能不能听明白 你要听明白的话呢 我有个印象深刻的 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过程 就是 给他一个 对给他 现在给他一个O加X 不是O的X O什么 加X USRB一下的RM 好 我想说的是呢 你要想你觉得记不住 好吧 你就这样来 你呀 给你的RM mini 增加一个什么 怎么加一个会吧 U加S吧 给他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这样一个S权限 加完以后呢 你使一个普通用户 试一下 ETC的木链山 你失败以后 保证 你就对这个SUID 印象很深刻 我印象很深的 我干嘛要深 我不深 不不不 跟我删不掉 这家伙 家伙真是那种 跳楼的时候 跳快跳 你不敢跳是吧 就这种人 就知道你不敢跳 这话有时候 不能乱说的 这以后结婚的 你说 跟你媳妇说 打我呀 打啊 上了几个大巴掌 就打了 是吧 就有人收拾你啊 你懂吗 我再说 我最后再说一句啊 我就说的烦了 谁都说嫖了 就是 SUID 它是我们 一种提权的手段吧 一旦一个用户 去执行一个 带有什么 SUID的程序的时候 这个用户 什么身份 对 这个执行的时候 这个进程的所有者 就是root 或者是 那个程序的所有者 就不再是原用户了 好吧 所以他的权限很狂妄 你就想一想 我说的那个上方宝剑 道理就行 就这把刀 已经不再是 普通的刀 而是一把经过 上面有咒语的刀 OK 拿了以后 就可以随便砍 好 这是SUID 好 各位把这个SUID呢 简单的 什么 看一下 好吧